肢体动作充满动感和活力的全国国小继幼儿啦啦队锦标赛首度在基隆市立体育馆举行 包括市长谢国良、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中华民国台湾竞技啦啦队理事长张玉泉、教育部体育署主秘吕中仁 跟基隆市啦啦队委员会主委郑凯林议员、市议员何淑萍跟立委林佩祥秘书黄申栋等贵宾都到场参加开幕活动 一起为这些啦啦宝贝们加油 小爱爸爸最喜欢看到小小朋友了 所以今天看到我们的啦啦队锦标赛 看到这么多国小还有幼儿园的小小选手真的非常开心 也感谢我们张玉泉理事长跟我们体育署的吕祖秘 大家都积极的参与这个活动 也感谢我们体育会大家长郑锦舟理事长跟郑凯林议员 我们都一起能够把这个活动办好 那基隆其实是一个越来越友善亲子 爸妈也放心的一个城市了 我们现在的室内儿童乐园 我们的道路友善都是一个好的家庭生活必须的一个城市环境 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打造一个更有爱的一个城市环境 基隆是第一次办这个全国越友喇啦队非常有意思 而且有五百个小朋友来 有一千多个大人关节 而且我们小孩爸爸市长啊 在基隆也是手上全国的很多 气功的楼上来做越友运动的地方 非常好非常好 而且我们把这个运动带来不止小孩子亲子活动 希望市长多推动 我们体育会已经大力支持 让这个活动花光花热 运动人口增加 那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第二届的比赛呢 就有66单位学校157队选手报名参加 那我相信在各位的加油鼓励跟支持之下呢 我们明年参赛队伍一定会破100 那参赛的小朋友对数会破200 你们说对不对 那特别是我们在基隆市这么有人情味的地方 我们亚洲最爱的城市的一个领导跟支持之下呢 我们一定会有蓬勃的发展 下一届世界运动会就也会即将纳入我们竞技啦啦的一个竞赛项目 那跟各位报告 我们的国际综合性比赛除了奥运之外 亚运之外 我们非奥亚运最高的这个竞技的综合竞赛位 就是世界运动会 我们期许我们的选手能够未来进到这个世界运动会 来为台湾花光花热 我们基隆市啦啦队委员会一直是在往下扎根 我们由幼儿园国小然后慢慢的国中 甚至到大专院校我们已经在开辟我们的啦啦队的一个队伍了 而且我们即将挤进我们世界杯的一个锦标赛的一个活动 所以期望我们啦啦队越来越棒 往下扎根 幼儿国小国中高中未来 那刚刚听到李主秘讲的 让世界看见台湾 由我们啦啦宝贝发光发乐 在这里呢也祝福我们今天大会圆满成功 这场锦标赛有竞技啦啦队和舞蹈啦啦队 市长谢果良亲自颁奖给获胜的啦啦队伍 鼓励所有参赛的小朋友 而这些来自全国的啦啦宝贝 透过每次的比赛增加经验之外 也达到运动健身的最佳目的 也让基隆这座城市充满了青春活力 记者黄日生 陈熟平 基隆报道